我们上次看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 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看起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 他就是要把他传道的帮子要交给提摩太 这时候,他正在苦难当中 他被关锁在一个可能在地牢里面 但是,他就勉励提摩太要刚强 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作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他要提摩太纪念 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乃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 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中心不是别的 就是耶稣基督 他曾经说过,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是什么? 是乃是大卫的后裔 为什么讲到说是大卫的后裔?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 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那位救主 所以,旧约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 他就是那位要来的明赛亚,他就是大卫的后裔 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这个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核心 他说,他为了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 这时候,保罗简直是,他的情况 说,从外表来看,是非常的凄惨 上回说,他可能是被关在罗马的地牢里面,最深地牢 后来,艾比说,那个地方他去观光过,去看过 不过,那时候还没信主 但是,现在信主之后,再来看当时所看过的那个地方 更有感受了 保罗这时候,可能是被关在最黑暗的地牢里面 里面照理说,可以非常沮丧 他说,我被捆绑,像犯人一样 其实他没有做什么错事 然而,他讲的话这样说 他说,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其实那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保罗了 离弃保罗了 他自己被关起来了 但是,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活的信心 知道说,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虽然他人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与世隔绝 好像是人都忘了他 但是他知道,神的道在外面 一直得胜,还要再得胜 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 神的道还要再继续传扬 还有更多的人,要来把他们的心归给主的 所以,他里面还是充满了信心 他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跟永远的荣耀 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为了要让别人得救 我们也需要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有的时候,一个人得罪我会怎么样 但是,你为着叫他灵魂得救 或者,会让四周围的人灵魂得救 你需要更多的忍耐,更多的包容 这个死在我们身上就发动了 让我们这里面的自己死了 这时候,生命就可以从别人身上彰显出来 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所以,保罗他知道 他这个受苦,不是只是在那边 倒霉,很惨,悲惨 他这个受苦里面,有一个积极的意义 所以,后面他11节开始 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做王。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他引述的这一段话,你如果看英文的部分的话 这个好像是一首诗,没错 它引用的可能是当时他们所唱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其实我感觉很像是讲到一个训道者之歌 一个人面对逼迫,面对苦难 还有准备要殉道的时候,他们所唱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就鼓励他们要在信仰上面 要坚定的往前去,不要妥协,不要放弃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 If we die with him, we will also live with him。 然后,我们若能忍耐,就必和他一同做王。 If we endure, we will also reign with him。 我们现在在苦难当中,我们忍耐,我们总有一天就要做王。 所以,这都是在鼓励那些在苦难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与基督同死,就会与基督同活 我们忍耐,就要做王。 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上,为着主 我们有一些忍耐,有一些自己死 每一个忍耐的决定,每一个死的决定 都会决定我们将来要做王的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这个是主耶稣说的 那些不认他的,他也不认他,也不会认他们 所以,我们要坚定持守我们的信仰。 但是,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 这是怎么回事? 前面讲说,我们不认他,他不认我们 但是,再说我们失信的话,他人是可信的。 我想,这边可能就是提到像彼得的例子 彼得他失信了,他三次否认主了 不是说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吗? 但是,这里给我们还是一个盼望 如果你不小心软弱了,跌倒了,但是还是要回来 因为主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有讲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每一次,如果说是软弱,跌倒了 还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 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 他还是会敞开双手,接纳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 他还是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 站在那边不改变,等候我们要回头 所以,前面是鼓励我们要忠心,要持守到底 但最后一节,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门 一问,即使你不小心,真的软弱跌倒了 但是,还是要回头 神还是要接纳我们的 这个是前面这里,到第13节 14节 劝勉提摩泰,他说什么?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会发现,保罗给提摩泰的劝勉当中 他再三的提到,叫提摩泰不要为那些言语在那边争辩 在这边有提到,提摩泰后书里面,就有至少提到三次 提摩泰后书第2章第14节,他说你不要为言语争辩 第16节,他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还有23节,唯有那于卓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进的 保罗在这边,后书里面,至少这三处提到 叫提摩泰要远避这些事情 在提摩泰前书里面,其实保罗也提到好几次 我们看一下提摩泰前书第1章第4节 他那时候就已经提醒提摩泰了 他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心上所立的章程 这保罗第一次提到 叫提摩泰要避免这些愚族的辩论 然后,第2次是在提摩泰前书的4章第7节 他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 在境前上操练自己,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 然后,提摩泰前书的最后一章,倒数第2节 这个是第6章的第20节 提摩泰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所以,这边所谓世俗的虚谈 所谓这些愚拙的辩论 保罗再三的提醒提摩泰,要远避这一切 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世俗的虚谈? 什么叫做言语上的辩论? 我想,因为在那时候那个环境 那时候他们是希腊罗马文化非常盛行的时候 希腊人他们最喜欢怎么样? 最喜欢说说讲讲,喜欢辩论一些哲学、哲理 所以,这样的一个风气也感染到教会里面来 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也喜欢拿圣经里面的道理 在那边辩论,在那边说说讲讲 但是,并没有在正面的造就 这些道理对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生活 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只是停留在嘴巴、在知识到底上面 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跟生活 保罗曾经在格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 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在乎那个power。 所以,格林多也在希腊那里 一些人就喜欢说说讲讲 保罗说:"我要听的,不是他们的人讲的什么,而是他们的全能 这个全能是什么?行神机,这也是一方面 但是更重要的意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大的改变? 圣灵的大人,有没有把你这个人transform 有没有让你这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的人 这个力量才是伟大的 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你跟神相交之后,神在你的里面改变你这个人 这个才是佛音的大能 不是只是在讲一些道理 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 说来说去 他说,特别是还有时候去跟人家辩论 辩论来辩论去 他说,到最后是没有益处的 因为你到最后都是落在什么?落在你的脑袋里面 这些都是知识跟道理 但是,不是圣灵的大能 主耶稣那时候曾经说了 他说,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到时候都要拔出来 有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上网去查一些资料 有时候看到一些好像是论坛 就是基督徒有时候在上面跟一些非基督徒 或者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讨论一些问题 彼此辩论来辩论去 我看了几条下来,就头脑脑 或者我都想说,这样辩论下来 我想那些讲的人,可能也是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这个到底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要知道,最要紧的就是 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 然后跟神相交,让神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 让神对我们说话 不是说,老师在言语上在这边辩论 可能说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所以,提摩泰亚觉得说 他也需要跟他们好好的辩论一番 然后拿一些跟他们讨论这些哲理 保罗说,不要去搞这一切 这些没有益处 15节,你要怎么样呢? 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他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Word of truth 现在,神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放在提摩泰的手中 就是那真理的道 现在,你要好好的来分解它,来处理它 来向众人来解释这个神的话 怎么样解释这个神的话? 靠你的脑袋拼命在那边想 当然,我们要认识神的话 一定要透过我们的思想、悟性 我们不能脑袋里面像个团像符 到时候读一句,就算一句 今天这边翻开读这里,明天读那里 总是要一个全面的来了解神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了解神的话 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一定要把圣经整个读过 所以,你要下一个决心 我要把圣经好好的读过一遍 不要说每次只是来听 我们就分享一下就好了,不行 一定要好好自己把圣经好好的读过一遍 然后带着一个祷告的心 这样的话,才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这里是好像对传道人 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们都需要按着正义来了解神的道 后面讲远避世俗的虚谈 这个全面讲到 就是这样的人,只会进到更不进钱的地步 其中有,他说他们的话像是毒仓 就像是cancer一样 这个仓是那种会坏死的流 会越烂越大,到最后你整个手脚都要截肢了 但其中有徐米乃跟斐里图 徐米乃,前面在提摩泰前书里面有提到过 说他们的良心被弃了 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那时候有徐米乃跟亚历三大 在那边曾经提到过他 这里又再一次提到他 他在那边说一些偏离真道的话 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 什么叫做复活的事已过? 这边就是可能讲到那些信徒 我们信主,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复活 我们这个身体死了,我们会复活 但是他们说,复活已经发生过了 什么时候呢? 就是你信主那时候,你就已经复活了 那时候你的灵,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将来不会有再另外一个复活了 所以用这样的信息,来败坏很多人的信心 人家很多人就不相信将来还会有一个复活了 这个时候很符合当时希腊人的那种哲理 他们就是一切都是,肉体都是败坏的 身体是不好的,但是灵是好的 所以灵复活了,OK了 但这个身体是不可能复活的 他说,他们讲的这些话,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 所以保罗那时候,自己被关在监牢里面 外面又有这些人在那边行风作辣 把神的道搅乱 所以照理说,保罗好像真的是可以很灰心的 但是他这边又说了一句,很豪迈的话 很有信心的话,十九节 然而神兼顾的根基立柱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 神兼顾的根基是讲什么? 这根基,提摩太前述有说 什么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所以,教会虽然经过这许多的冲击,风浪 但是他说,教会还是会站立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根基上面有这样的印记 上面有写这两行字 什么字?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主认识哪些人是他的人 主会保守他们在这些风浪当中站住,能够挺住 但是,至于那些传讲错误到底的人 那个主说,到那天他说,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然后他就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 所以,这些弟兄姊妹里面要有分辨的心 知道说,什么是麦子,什么是拜子 你要远离那些拜子,要跟麦子在一起 这个典故是讲到民宿记的时候 曾经发生一件事情 那时候,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请走 结果,有人起来反叛摩西,要来跟他夺权 就是摩西的堂哥还是堂弟 就是叫做可拉,还有另外一班人 叫做大丹跟亚比兰 他们要来取来夺权 那时候,摩西就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耶和华要指示 明天早上,耶和华要指示哪一些人是属乎他的 后来第二天,摩西又做了一个祷告 他说,神啊,如果说你真的要显明,我是属你的 那些人是抵挡你的,你要行一件神迹 就让那些人活活的下入阴间 他说,神会行这样的一个神迹 叫所有以色列百姓来说,你们就要远离那些恶人的帐篷 那些以色列人,听从摩西话的就真的是 就离开那些恶人的帐篷 结果后来那些恶人,地就裂开 他们就活活的下入阴间 所以在这边,他讲到这段话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还有,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你们要离开那些不义,不要沾染他们 这两段话,都是从民宿记第16章里面来的 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是提醒他们 你们现在要,第一个,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然后,你们这些凡称呼主名的人 要离开那些不义,不义是什么? 不义的人,还有不义的事情 不义的人,就是像徐米兰、斐里图 要跟他们远离 还有,不义的事情,就是要远避那些世俗的虚谈 所以,20节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 在大户人家里面,他们的器皿不是只有一两个 他们有很多 金器、银器就是做贵重的 木器、瓦器是作为卑贱的 贵重的器皿是放在餐桌上 大家来吃东西的时候享用 这个卑贱的是干什么? 做尿盆,做这些很卑下的功用的 但是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的家里面,都是一个器皿 你是要做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 21节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节其实应该背下来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 卑贱的事是什么呢?就刚才有讲到 这卑贱的事,其实还包括卑贱的人 人跟事,人跟事都是 那些传讲错误道理的,那个算是卑贱的人 我们要脱离 然后卑贱的事,就是他们所传讲的那些世俗的虚谈,是卑贱的事 但是,用在我们今天其实的范围可以更广 卑贱的事,还有包括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行欲的事情 脱离这一切,我们才可以作为贵重的器皿,被神来使用 所以22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什么叫做少年的私欲? 少年人的欲望很多,很强 但是,提摩泰那时候,30多岁,算是少年人 他的私欲保罗说要逃避 但是,要跟清新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 前面说,你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人 但是,要跟另外一群人在一起 这群人是,英文是说 Call on the Lord out of a pure heart 欣欣祷告主的人,其实就是说 从一个清洁的心里面,来呼求神的人 所以,这边还不是只是讲说祷告 是一个呼求神的人 呼求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一个追求主的一个人 旧约里面,你看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呼求神的一个人 他常常在呼求神 所以,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他其实有很多掺杂的动机 他来教会,是要来找配偶 然后,他的教会,他是有他别的目的 但是他说,你要现在跟一群人 这群人是从一个清洁的心里面,来追求神的人 来呼求神的人 你要跟他们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 什么叫做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呢? 在贝利比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 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些公义、信心、爱、和平 怎么样追求呢? 就是因为跟主相连、跟主连结 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就是说 If you have any encouragement from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 因为你跟基督相连之后,你得到的劝勉 你得到的信心、得到的爱心、得到了从祂来的公义 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人家一起分享 这个我先停在这里好了 Joey他要先补充 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看 这个第二章里面 他就给了我们提供了八个picture 就是关于一个服侍主的人 他应该有哪些方面的形象 那上次我们已经讲到第一个形象 这是第一个形象 就是保罗是第一代 他是使徒 他把这个新约的真理 讲给许多人听 那提摩太是其中一个受教的 那现在提摩太是第二代 那提摩太呢 也要像保罗一样 把这个全背的真理 这个正确的真理 要传到下面一代 就是中心能教导别人的 那么还有第四代 就是接受了这个中心能教导的人 所以保罗第一代 吉摩太第二代 然后上面 他中心能够传给别人的第三代 那那个被中心传的人是第四代 那当然这个第四代 也要一样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所以到今天 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属灵正确的传承 那么第二个图画呢 就是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像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那我们知道在军队里面的训练 跟平民老百姓的训练 是太不一样了 那么第三个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要按着规矩 来竞赛的运动员 第五节 人若在场上比武 除非按规矩 就不能够得冠冕 所以这个比赛的时候 要照着规矩去行 那这个规矩是什么呢 这个规矩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 好 第四个形象就是劳力的农夫 当我们在场上比武的时候 可能旁边有观众 有拉拉队 有鼓掌 有鼓励 但是做劳力的农夫的话 没有观众 没有拉拉队 没有人帮农夫鼓掌 他是天还没有亮就要起来 为什么要起那么早 因为那个土地上有前一夜的露水 当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 那个露水还在 所以那个土地呢 会比较的柔软 所以他那个时候 要去把土地整理一下 拔草啊 拔杂草啊 或者是把土地这样翻过来啊 做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时候 他虽然天亮起来 他是日还没有出就而坐 但是呢 他不一定日落就可以回家 所以农夫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他的工作时间是非常的长的啊 无论刮风无论下雨 他都要去看顾他的田 看顾他所擦的秧 长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石头挡着 有没有荆棘打草又长出来了 他就是要常常去看顾他 一直等到收成的日子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 刚才 Johnathan弟兄花了非常长的时间 一直讲到这个言语的辩论 虚谈 其实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些假教师 他们走的就是 知识三个数的路线 那么保罗他劝勉奇摩太是什么 把他引到 重新引到生命路 生命树的路上 所以他说 在奇摩太前书说 这些都不发明在性上的章程 你看性就是生命树的道路的态度 那个知识三个数 就是凭着自己的理性 凭着自己的知识 凭着自己的嘴巴的口才 一定要把人家变倒 而且他的知识 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保罗他第一 把它归正到性 生命树的路 最大的特点就是性 还有呢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 大户人家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先在前面写个六 就是贵重的器皿 然后22节 7 有优秀的属灵同伴 什么叫做优秀的属灵同伴 不是来增加我们的变财的 而是祷告 倾心祷告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这都是生命树的道路 一个对我们灵性有帮助的人 他是在帮助我们更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长 好 那现在我们回到第五个 这是在第15节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谋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化 我们看一下15节的英文 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要神所称许的 A workman who does not need to be ashamed 做无羞耻的 将来不会羞耻的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你要非常准确地弄好 就是handle 处理好真理的道 什么叫做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在原文的里面它是两个字 一个是切割 一个是正确 好像我们切西瓜 你这样一刀下去 没有切得准 一边是大的 一边是小的 如果是切个更细的甘蔗 甘蔗一长条 细细的 你从中间这样子披下去 要披的那么准 就是两根甘蔗 变成两个半根甘蔗 一模一样的大 这个就叫做正确的切割 按着正义分解 分解就是切割的例子 对于上帝的话 没有偏 对上帝的话 没有损失 对上帝的话 没有曲解 对上帝的话 没有遗漏 按着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 所以 真的是要像 Jonathan弟兄一样 劝大家 除了参加这个 Bible Study以外 你一定要自己去读一些圣经 然后 关于这个 第 他说这些虚谈 做无愧的工人这篇 第五样 会到更不进前的地步 对吗 因为他根本就是 知识上个数 所以他就是上个毒疮 越烂越大 所以他对生命 对属灵的生命是破坏性极大的 所以 他要提摩太注意 在以佛所 要把这样的人给他赶出去 免得这个毒疮啊 升到全部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所以 他这样子讲的时候 十九节 他有信心 神兼顾的根基立足了 主 认识 谁 是他的人 但是他又说了 凡称呼主名的 总要离开不易 这句话是一个叮铃 Everyone who confess the name of the Lord must turn away from wickedness 我们这张嘴巴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我们这张嘴巴要圣洁 因为我们嘴巴里面所提的是 上帝的holy name 他圣洁的名 所以我们要跟主祷告 跟主讲话的话 我们的weakness 绝对要远避 我们回到第六个picture 在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第二十节 我们一看到贵重的器皿 我们说 那就是精器啊 银器啊 我们一看到说 非电的器皿 那就是木器跟瓦器 错了 人若自节 重点在自节 你会用一个沾满了 灰尘 脏东西的金盘子 装着菜 来招待你的朋友吗 不可能是吧 管他是金盘子也好 是那个什么木盘子也好 第一个要看他是不是干净 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器皿啊 我们是一个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 把上帝的丰富 成装在这个器皿的上面 来供应 弟兄姐妹 供应别人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干净 不只是外表的干净 尤其是内在的干净 所以这个金盈 还有这个木瓦 它是讲到生命的品质 当然不管你目前 我们目前在哪一个阶段 我们都要干净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渐渐的我们的生命提升了 从瓦器里头有宝贝 我们常常让这个 在瓦器里头的宝贝 让他做王 让他彰显 那渐渐的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了 然后再经过一些锻炼 火炼 环境的熬炼 我们就可以提升到精气了 所以一方面绝对要干净 不管我们现在在哪个层次 但是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也要提升 好 那么二十二节我们就注意到 我们要有好的属灵的同伴 滥交是败坏善行 但是我们真的要manage我们的时间 你要挑那些好土的福音朋友 就是 他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人 比较敬畏神的人 比较能够听得进去 基督徒的见证 或者是基督徒讲到神是怎样 耶稣是怎样 你这样的人 你值得为他花时间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就是你跟他讲到这个 好像就是要会伤感情 他没有兴趣 那你花那么多的时间 摆在他的身上 这样子的投资是不是对呢 因为时间不是我们的 时间是神粮给我们的 我们是管家 我们对我们的时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消费 花掉 神有一天都要跟我们算账 你不要以为时间是在我的手中 我爱跟这个mega appointment 那我们就去看电影 那我们就去看电影 我跟那个 好,我们就去逛百货公司 我这个只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 你有没有知道你的主人要你干什么 所以我们的生命最重要 你要搞清楚你的master是谁 第一个m who is my master 为我死而复活的神 是我的master 我要为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神活 我搞清楚我人生的master 第二 我的mission是什么 master 所要给我的mission 我这一生的托付 我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 要搞清楚啊 你不要说 哎呀,我一定要什么什么学历拼完 那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比较什么什么好一点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mission吗 这都是副业啊 在拼学历的当中你要认识你的master 在找工作的当中你要认识你的mission 如果你跟这些人做同事 做了三年、五年、六年、八年 没有一个印证你信耶稣 你认为你在这个办公室是完成了你的mission吗 我的工作又得到了A 我的工作又得到了什么 从junior变成senior了 这是你的mission吗 这个有永恒的价值了吗 你要搞清楚你的master是谁 你的mission是什么 有没有把它完成 到那一天的时候就不会assamed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搞清楚 你有没有把你的master 当作真正的master 你有没有把你的那些拼搏 是你的吗 是你的mission 你真的要搞清楚啊 免得你的时间都是将来神不affred 那就惨了 那就完了 做和神心意的好管家 我今天的信息非常的沉重 因为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 最宝贵的岁月就是年轻啊 你这个年轻的黄金时段 你这个年轻的黄金时段 一年又一年这样子过去 留下的是什么 而且主来的日子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近 我相信 我相信 大家要重新的思考 时间是足的 钱财是足的 每一个机会都是足的 我们有没有做好这个管家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抓住 积极的抓住 那些可以为主做一些事情的 那个机会 还是我们就吃喝一场 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而已